歌勒西书第一章第九节 因此我们自从听见的日子 也就为你们不注地祷告祈求 愿你们在一切属灵的智慧 在吴圣上满心知道神的旨意 用这件事而见证改善这种 例如家访受为病人祈祷 但记住不要临时才议 一定要事先议 如果你想启动这个神的恩典 你不要说我去祈祷了 大家记得为这个病人祈祷 太迟了 因为锻炼不了顶之妹的信心 而事后你记住第一事先说了 让顶之妹祈祷了 动用了信心 相信发生了这件事 然后去到 你说在祈祷 事后 他一得的话 他好回的话 他有医生证明的话 一定要说回顶之妹 否则神不会做 神正在说你做什么 他就好回了 得理智 跟开始讲的顾虑一样 就是医祂而塑造这个传道人 还是不医祂而塑造这个传道人 我们把神将来又放回这个光径 因为就要好回 你不告诉你 那神为何要做 你没有改变那个光径 所以这个就是说 为何每一个神迹 你都要用一些比较科学的研究去理解 神不是死的 祂是活的 祂活的时候 其实是可以这样去理解 所以我们常常 譬如加勒布导 都是设计一个这样的局 让神在里面可以参与到 让人见证神的取舍 其实加勒布导 浸礼 说的都是神的取舍 在那个过程当中 因为你认识神 可以将神放在这个局底下 让人认识神 当然里面 你要记住你不要有私心 即是说我带出过最后 我没有私心 我教策略家 让人没有私心 但就算加负责人 甚至如果外面的人 有学我这样搞过 他在最初或者可以 但后来他一定会断命 我不管你后来可以不可以 但他一定会断命 因为他一定不会像我那样 是完全没有私心 即是说 他如果带着私心 我就一定死定 不可以这样做 所以我起码解决了 因为我整个的概念 是完整底下才去做 然后并且让他增益 所以我不用用血气 使他越做越大的 就是因为我理解了那个原理 所以一样在我现在讲这个当中 教这种方式 负责写的都一定不会有私心 就觉得 即是我用这条条 以后可以归宁要给自己 我多了经验值 那又不行了 就是要过过程当中 要看神不是死的 他会有取舍的 而这个取舍 你理解了之后 你就会每一次做事 都有这个做法 这样就会导致你会见到效率 等于举个例子 你看到病人 你奉神的名字为祈祷 还是不奉神的名字祈祷 是不是有分别 就是我说的 你不奉神的名字为祈祷 神不需要取舍 你奉神的名字为祈祷 神就要作出取舍 这是神教我们的 但是问题 现在有星哥灵更加宽 事件可以更加做到它更大 但是过程记住 当你带着星哥灵 这些顶子会为到你 待会去家访的 这个绝症病人祈祷 你写出来之后 他后来有的改善和好法 你要负责做一个信差 带回到这个国帝 你才准备整个步骤 你才会有进步的空间 和成功的空间 那不是等于在这样的过程当中 神一定会医 因为有时他医了的人 他不信 是啊 反而你站在肚子 站在肚子之后 他见你的爱心 受感动 他作了一个信主的祷告 但是如果转过头去好 他就不信了 他就会离开神 那神为了这个人的救恩 他作一个取舍就是 算了 让他相信主 因为他变得更惨 他就会好病 没有了灵魂 不是有百分之百的 但那个机会大了很多 因为如我所说 单从这个人本身的价值 和这个传道人的造就 去比较的话 是不及得你带着一班人的造就 和这个人的好还是不好 作一个比较 这样 穆斯基 我们可以这样理解 就像说的聚会 我们的教会都很着重 就是 通常得医治的 我们就会鼓励他们 去分享见证 拍影片 通常我们都会见到 很多这一类的 分享员 病得医治见证的人 他们的病 真的不会再复发 就是因为他们 亦是做了这个原则 是不是 是啊 因为你总之就是整个过程 你可以说完全给面神 这样做的话 那些后遗症会很少 如果不是就会有很大的后遗症 那些后遗症 有机会就是 因为你做得不足 有机会神为了审判你 即成 所以他刻意让这些后遗症出现 譬如 可能你远期到之后 转过头去 可能一个月后之后又生病 这样 这样 那些后遗症 神会忍住手 就算想审判那个人 也会忍住手 他用另一个方法 不会用这个病 这样 但如果他想 又审判你 又审判那个被医好的人 这样 他就会导致他 他有这个后遗症 导致他导致他 导致他导致你 因为你做得不足 这个在旧有当中 你会看到 和圣殿有关的时候 经常都有这些后遗症 神有仇报仇 你做了之后 不是法等于神就算了 很多时候 你做的时候 当神是死的 还是利欲分心的时候 仍然是以利益跨岁 神就常常都会 给你手末叹一下 哥罗西书第一章第九节 因此我不自从听见的日子 也就为你们不住地讨告祈求 愿你们在一切属灵的智慧 吾性上满心知道神的旨意 我们在一切属灵的智慧 之后 愿我属灵的 rép rolled ض主在颠线 向穿上满心 Math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